而這樣你們擁有三個寶寶之後 我相信更是人人呈現的幸福家庭 那更好你現在因為老婆還在月子中心 所以你是不是需要自己帶兩個女兒對不對 一個兒子跟一個女兒 因為珊珊其實她呢現在跟媽媽都還在月子中心 所以呢其實老婆生小孩是還蠻辛苦的 但是這一個多月的時間我們必須要一個人工作 還需要照顧兩個小孩 還好感謝我的爸爸媽媽還有我的月母都來協助我 輪番上陣幫助我們照顧他們 所以能夠讓我輕鬆不少 但當然每一天我要陪他們兩個睡幫他們兩個洗澡 那這也是我覺得很好的機會能夠再一次跟他們相處 親子進來互動對不對 對 那跟黃是不是選擇了我們的iCandy成為你嬰兒退出的首選對不對 對 是當然因為我覺得接下來呢有三個小孩嘛 對 那嬰兒退出如果只帶一個的話是不行的 是 我必須一定要至少要有兩個可以帶小baby跟這個小泡芙 因為現在它很小 一起出門更加的方便了 對 所以我們出門的時候要需要有比較這個方便的車子 對 那再來就是因為我也比較運動一點 所以我希望是比較牢固的車子 那其實這個我在國外之前我就有看過 那我也想選擇像這樣的一個車子 那在這個時候能夠有機會能夠引進到台灣來 讓我們大家都能夠有這樣的機會能夠用到這樣的車子 我覺得是很棒的 真的非常的幸運 它的輪胎你看一下 快變成車子的輪胎的感覺 真的非常堅固的輪胎 對 又有一種運動感的感覺 沒有錯 是 那更鴻啊 是不是你已經健身我25年的經驗 而且也有出兩本書跟大家分享你自己的健身秘方 對不對 那今天是不是現場要教教我們一些 平常跟寶寶在推寶寶的時候可以做的一些健身的動作 你是說用這個嬰兒車 對 OK好 我相信難不倒你的啦 當然 因為我其實常常在十多年級都開始推廣所謂的就地取材 因為現代人都繁忙嘛 對 尤其你有了寶寶之後你更難去到健身房 沒有錯 因為真的沒有時間 所以你可能需要透游照顧寶寶寶的過程當中 可以訓練做一些的動作 好不好 那我在這邊可以示範幾個動作比較簡單的 好